在8月4日对阵Team Afro的比赛中,FW2B1成功击败对手,完成夏季赛11连胜,以11-0的完美成绩为LMS赛区第一。 截至8月5日的LMS赛区排行,在常规赛还剩三轮的情况,下FW提前锁定LMS第一,根据LMS的赛制,常规赛第一直接进入决赛,加上FW春季赛冠军积分,也让他们最后无论冠军与否都已提前获得了在韩国举行的ES8全球总决赛的门票。 LMS赛制安排不管是从LMS春季赛到现在夏季赛,FW的战绩都是遥遥领先,夏季赛的大场11连胜的战绩领跑积分榜,而小场只输掉两场。 22-2的小场战绩,展现在LMS的统治力。 在2018年4月22日,结束的告奥台LMS春季赛的决赛中,闪电了以3比0战胜JRX获得5连贯成就,并第三次获得MS5的参赛资格。 虽然在2018季中冠军赛的霸决赛中,闪电了以3不敌韩国战队KZ未能打进决赛,然而在LMS赛区中战绩卓越的FW的大赛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。 所以又被大家称为LMS唯一幻神,其实也不怪FW,LMS赛区就FW一直独秀,大赛之中LMS的全部荣誉,都承担在FW身上。 FW立马狂蓝,难以为气,FW全员不知道这次的S8种决赛中,FW这只狼队能不能创造奇迹,看韩西霞一看到底。